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养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虽然有一对子女,但在很久之前,我已经在为养老做准备。 十八年前,我退休回家,正是过上了退休生活,说实话,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总觉得脱离了社会,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人。 好在我身边有个很好的老伴。 老伴在我之前退休,退休后先是帮女儿带大了外孙,又帮儿子带大了孙子,为此不管是女儿女婿还是儿子儿媳一直很感恩,这些年我们这个大家庭也一直很和睦。 退休后,老伴察觉到我总是郁郁寡欢,甚至有次跟踪我在小饭店喝闷酒,于是就把这事告诉了孩子们,当天晚上孩子们就都回来了。 那天,老伴做了不少菜,女婿儿子也陪我喝了一些酒,我顿时心里也觉得畅快一些,这时女儿子在一旁劝导我。 爸爸,以为单位辛苦了这么些年,也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如今总算歇下来,这正是个好机会,趁你们现在还有体力,应该跟妈妈多出去走走。 儿媳在一旁乘机说道, 是的,早些年妈妈退休后一直顾着帮我们带孩子,到如今一次旅游都没有出去过,不如你们一起出去散散心。 那天在孩子们期盼的眼神中,我答应了。 到了第二天,儿子张罗着帮我订旅行社,女儿帮着收拾东西,我跟老伴踏上了旅程。 在后来,我跟老伴都喜欢上了旅游,人走出去,心胸会开阔很多,心态也变了,因为总是旅游,我跟老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还旅居过,在喜欢的地方待上三个月再回来。 对于旅游的费用,虽然孩子们几次表示要出钱,我跟老伴都拒绝了。 我跟老伴自己有退休工资,我们加起来有一万多,我们还有些积蓄,这钱也足够了。 那些年,我跟老伴总是走走停停,逢年过节,我们避开人群高峰期,留在家里买菜招待孩子们,让他们回到我们这里聚餐,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到了淡季,我们再出发。 因为身体得到锻炼,我跟老伴身体一直很不错,而且体力也很好,也没有基础疾病。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五年前,我们觉得体力大不如从前,于是停止了旅游,开始居家静心过养老生活。 其实,我跟老伴心里有个默契,就是只要我们能动,就不麻烦子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工作要学习还要管孩子,我们不想额外增添他们的负担,虽然他们一再表示要接我们过去养老,可我们都拒绝了。 前两年,老伴开始觉得一日三餐,每天做饭琐碎又疲劳。 在他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住进了一家养老院。 这个养老院看上去各方面设施都不错,我们还要了一间夫妻双人间,想着吃住有人负责。 里面还有同龄的老人可以说说话,我跟老伴都觉得挺满意。 对于刚住进的我们,儿子女儿很不放心,隔三差五地来看我们,女儿总给我们买东西,吃的用的买来很多,我跟老伴则表示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 可事实上,后来我们在养老院只生活了半年多,就又回到了家里。 住过养老院我们才知道,那个地方不到万不得已真的不适合老人去,因为里面的生活既单调又压抑。 一道围墙把外界隔离开来,里面的吃住行都是有固定时间规定的,而且到时都是木气沉沉的气氛,让人觉得看不到头, 特别打击人的内心。 食堂的饭菜总是很软烂,而且味道很淡,感觉大部分菜除了加了一点点盐,什么都没放。 一个护工要负责好几个房间的老人,有次我看到地上有水,提醒护工打扫一下,他里都不理我,导致好几个人在那个地方摔跤。 我跟负责人反应,也是没有任何反馈。 后来我跟老伴都不想在这里住了,于是离开了养老院。 离开养老院时,儿子女儿又提出要我们跟他们回家,由他们来照顾我,老伴有些心动,可我保持清醒,我还是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请个保姆。 保姆小陈刚来时,人特别勤快干净,她还烧得一手的好菜,对我们的照顾也是非常细心,虚寒问暖的特别窝心。 对于这种一对一的服务我们很满意,我也一再跟小陈表示感谢,希望她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谁知道,小陈根本经不住表扬,不到两个月,她的真实面目就渐渐流露出来。 她做事不再主动,许多事情你不说,她就不去做,洗衣服也懒得手洗,全部用洗衣机,晾晒衣服这种事,很多时候都是让我去做,还说得好听,说让我锻炼身体。 而她自己呢,后来在我们午睡的时间,在小区里又接了一家的终点工作,每天固定两个半小时,总是找不到她。 一开始她还说谎,说她在外面有事,直到人家告诉我才知道。 我有些不服气,找小陈讲理,我说我请你说好的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工资也是照全日制保姆的工资付的, 可小陈却翻脸不认人,说要想她不到外面打工,除非我再给她加一千元工资。 这事情后来没谈妥,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小陈辞退了,因为我觉得即便一时答应了,她后面还是会以别的理由要挟我。 自从小陈走了以后,我跟老伴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老伴的腿脚不太好,而我的腰不太好,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又成了我们的负担,可我还是不忍心告诉孩子们,怕给他们增添麻烦。 直到去年过年,儿子女儿他们自己商量好了,跑到我家里来,说无论如何,要把我们接到家里去养老,至于儿子还是女儿,让我们自己选,看着儿子女儿一副不容商量的样子,我跟老伴商量了一下,还是选了女儿。 倒不是偏心,是因为女儿家的外孙在外面上大学,相对来说她的负担要轻一些,而儿子家的孙子才在上初中,每天早送晚接的,我们再住过去,对儿子儿媳来说都是负担。 我跟老伴后来也坦言,不管住到谁家,我们都付对方五千元的生活费,就当是生活补贴,对于这点,他们也赞成,后来儿子见我们选了女儿,一定要给他姐姐每月两千元辛苦费,再老伴的试一下,女儿后来也收了。 这两年,我们一直住在女儿家,生活得也很好。 外孙子在外面上大学,家里就我们四个人,女儿今年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每天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而我跟老伴在她的调理下,身体也恢复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和老伴下楼散步,周末儿子儿媳都会来看我们,儿子儿媳很体贴地帮着她姐姐在厨房忙活,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吃饭。 前几天,我问老伴,人老了,什么才是幸福? 老伴看着我,笑了。 这几年,我们经历了锻炼身体,自己给自己养老的过程,后来发现力不从心又去了养老院,也请了保姆,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只有儿女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因为养老院跟保姆是没有亲情可言的,但是儿女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有血脉亲情,这份感情割舍不断。 我们疼惜孩子,在有能力的时候,不断地帮他们,培养他们正确的三观,让他们有爱,有担当,有孝心,等我们老了,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依靠。 所以,我们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 我想,这才是为人父母做好的养老方式吧。 一生一旦踏入退休年龄,就不再是那么年轻了。 虽然梦想年轻,梦想青春,但要面临现实。 步入退休年龄,仍然希望自己活得年轻。 只不过,终究只是自己的幻想,一厢情愿罢了。 即使到了退休年龄,要想活得年轻快乐,实现当初没有完成的梦想,也不是不可以。 需要调整心态,心态要好,正确面对任何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退休年龄,不要光想年轻,锻炼身体,吃保健品,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重要的话说三遍,心态要好。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好。 如果心态不好,做任何事情不淡不顺,而且还会增加诸多烦恼。 试想一下,心态不好的人,能够做好事情吗? 哪怕最简单的事,都会做得一团糟,哪里还能过上年轻快乐的梦想? 人生一辈子,老趋的是青春,不老的是心态。 岁月老趋的是昨天,不老的是今天。 岁月的洗礼,青春年华的是去光阴,不过是弹指之间。 在我们的一生中,若你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年轻则天地不老。 退休老人懂得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过是得失之间。 倘若你的心态慢慢地变老,不再有年轻的光彩,那你的身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地老去,只会带来遗憾。 所以,人只要心态好,就不会老。 人可以老,心态不能老。 所以,人生拥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快乐的源泉,拥有良好的心态,才是你今生今世获得最大财富。 人活一世,活的就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快乐的心情。 只要你不断地调整好心态,生活所有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人的一生,活着活的就是一种心态。 如果心态好,忧虑会更少。 心态好人生定能愉快,因为懂得放下,才能拥有美好,才能拥有更好。 退休老人,要拥有更好的幸福生活,就要调整自己的良好心态。 人生不是靠心情而活着,而是靠心态活着,有了好的心态,处处都是阳光,处处都是欢乐。 处处生气,处处欢天喜地。 可见,好心态带来的效果都是正能量的。 所以,心态决定一切,没有好的心态,肯定不会好的结果。 拥有好的心态,其实比你吃保健品锻炼身体还要,好。 懂得追求生活当中的开心和快乐。 退休老年人的日子,好比晚霞的余晖,剩下的生活欲是短暂,老去的日子逐步变短,欲要使之丰满。 老人要转变陈旧思想,像,苦行僧,告别,争作,快乐鸟,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生活,享受生活当中的吃,穿,玩,乐,尽情享受生活美好,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尽力追求人间美好,借助于网络发达的今天,尽情享受网络时代带来的科技娱乐。 这才是退休老人追求的生活目标。 退休以后的生活是否过得年轻和快乐,还要看懂得享受生活。 认为只有身体好,生活不好,没有关系不妥。 试想一下,生活都不好,哪来的好身体,哪来的健康? 生活差,身体怎么还能好起来? 所以,身体再好,其他方面不好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退休老人该懂得,人的一生,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喜也是一天,何不高兴地过好每一天? 人这一生,无论怎么样活在世上,一定要拥有好心态,一个人的心态好,就会永远乐观地活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坦然面对,勇敢地去接受,然后看得开,想得开,放得下。 老人能否过得年轻和快乐,靠的就是好心态,心态好,定能活得最幸福,心态好的人不嫉妒不怨恨,更不会和人争。 懂得忍让,懂尊敬,懂理解。 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退休老人,要想过得年轻快乐,只有懂得,正确面对现实,更不能烦躁不安。 其实人在很多的时候,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心过不去,总是怀着遗憾过日子,和遗憾过不去,所以选择了复杂,选择叹息,怨恨上天不公平,责怪失去,总和失去过不去,安抚不了心情,开导不了自己。 明明年纪不大,看起来却比同龄人还苍老。 人这一辈子,人这一生,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慢慢人生路,看似很长很长,一天一天算,其实路很短很短。 任何事情,都要看得透放得开,一辈子都要坦荡荡堂正正,快乐过日子,不埋怨任何人,不在伤悲当中度日子,不徘徊不满情绪,不为情所伤。 生活以开心快乐为准则,人生一辈子的一生一世,其实活的都是心静。 不错,人生路上所经历的苦,都要自己干。 面临生活当中的曲折,都要努力抗争,在艰难的道路,也要自己走下去,靠的是一颗坚持的恒心。 属于自己的,一定要去努力争取,不属于你,不要也罢。 端正心态,想好自己的事情。 有时候,你真的想疯狂一次,因为你心里很迷茫。 但是,你要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努力,一份成果。 人活着,只要问心无愧就好,生活得心安理得。 人生一辈子,千万不要身不由己,苦了自己,人生在人,顺其自然。 凡事尽力就好。 什么事情都要放得下,想得开。 退休以后,懂得美好的生活,才能活得越年轻,美好生活是好的开端。 注重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重视懂得安排好生活。 才是身体健康保障,只顾锻炼身体,吃保健品不适,并不都能解决。 人这一生,任何事情必须建立在好的生活之上。 生活里最不该缺的就是尽头,要想闪亮人生,好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革命本钱。 岁月流逝,能打败时光的,只有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打扮也是极重要的。 退休老人,要想活得年轻时髦。 懂得努力打扮自己,打扮不止适合年轻人,更适合老年人。 时尚不是年轻人的专属,爷爷奶奶们也可以。 谁说老年人不能追求美丽时尚呢? 时尚从来也不会被年龄所拘束。 退休老人依旧可以活得时尚潇洒。 谁说老年人不能追求美丽时尚? 世界上不懂得打扮自己的人,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素困扰。 要想活得年轻,并不是光靠身体锻炼吃保健品就可以的。 不只是锻炼,就有好身体。 锻炼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诸多退休老人之所以活得年轻又快乐。 他们懂得正确对待生活。 懂得提高生活质量和提高幸福指数。 其他方面都要注重,看重外表。 保持身心健康。 更懂得享受人世间的美好生活。 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丝遗憾。 退休老人虽然不再年轻, 但是要做好自己分类的事情, 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 足够优秀,才能活出自我。 调整好心态,才能够永远活在年轻的状态中。 懂得珍惜幸福和感恩, 特别是晚年要有幸福,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 相伴人长久,生活更从容。 一大家子要想出的好, 最重要的就是长辈要一碗水端平。 作为远嫁的女人, 我嫁给老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 如今我们的女儿已经十三岁了, 可我在婆嫁的待遇一直都没有改变, 倒不是我不努力, 而是公婆眼里从来就没有我。 当年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 为了不辜负我们的感情,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远嫁, 那时我很坚持, 父母拿我没有办法。 我结婚时, 爸妈没有要彩礼, 相反还给了我十万存款 作为小家庭的积蓄, 想到这我心里特别难受, 总觉得亏欠他们。 我在家里是独生女, 从小也是父母宝贝着长大的, 第一次去婆嫁, 我就被婆婆说, 我被父母惯坏了, 什么活都不会干, 婆婆当时拍着胸脯跟我说, 以后她什么都会教我。 那时我年轻, 听话懂事, 再加上被父母惯书要做贤惠妻子, 孝顺儿媳的思想, 婆婆说什么我都听, 婆婆不管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去做。 我老公家是兄弟两个, 老公是老大, 我们结婚时, 小叔子还在上大学, 婆婆当时跟我说, 结婚后大家住一起, 她喜欢大家庭的氛围, 我心里也想着挺好, 大家互相照顾, 也热闹些。 我妈那时常跟我说, 说我是远嫁的姑娘, 一定要跟婆嫁关系处好, 这样万一有什么, 婆嫁人才会像亲人一样对我好。 我也记着这些话, 自从结婚后, 回到家家务活, 我就抢着干, 婆婆让我做饭, 洗碗, 打扫卫生, 我就闷头干。 后来, 我怀孕了, 公婆特别喜欢, 婆婆总是对着我的肚子, 大孙子, 大孙子的喊, 我跟婆婆说, 这还不知道是不是男孩呢, 万一是孙女呢? 婆婆当即把脸一拉, 不许我再说, 还说一定会是孙子。 十月怀胎, 后来我生了个女儿, 公婆当即就黑了脸。 公婆不喜欢孙女, 得知我生了女孩, 婆婆再来医院的路上, 就回去了, 还嘱咐上班的公公, 也别来了, 最后是老公留下来照顾我。 我坐月子很苦, 老公前脚出门, 婆婆后脚出去玩, 一天到晚不着家也不管我, 等我能下床了就自己做饭, 洗衣服, 为此落下月子病, 沾水关节就疼, 下雨天腰也疼。 小叔子结婚, 一向提倡要享受大家庭温暖的婆婆, 却给他们小夫妻买了婚房。 因为弟媳是本地女孩, 结婚的条件就是不跟老人一起过, 婆婆很讨好地买了房子, 还夸小儿媳独立能干。 因为没钱, 我们一家三口跟公婆挤在一起, 过了五年。 这五年里, 小叔子夫妻他们单独生活, 婆婆经常过去帮着做家务, 后来有了侄子, 婆婆天天去带侄子, 回到家看到我做饭慢一些, 就对我大呼小喝的, 因为没有房子我一直忍着。 女儿上幼儿园那年, 我狠狠心把存款都拿出来, 又跟我爸妈借了点, 跟老公在外面买了房子搬了出去。 这些年我们压力很大, 既要还房贷还要带孩子, 我们两个人就雇着挣钱, 我也没有多少心思想婆媳问题, 逢年过节公婆让我们去, 我们就去, 去了我就帮着干活很少说话。 自从我嫁给老公, 她家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过年一定要回公婆家。 其实, 帝媳是无所谓的, 因为她是本地女孩, 到了除夕那天, 她中午就回自己父母家吃饭, 到了下午再去公婆家, 可我不行, 我娘家那么远, 一来一去就要好几天, 我跟老公商量了好多次想回娘家, 她坚决不同意。 她说她是儿子, 又是家里的大儿子, 过年不回去, 公婆心里难受, 传出去她家也没有面子, 为了我跟老公的情谊, 我总是忍气吞声, 过年就跟着她回家。 每次回公婆家过年, 除夕那天不管去多早, 婆婆都会怪我来得晚, 进了厨房间, 看着满满的食材, 都是等着我来准备的。 婆婆吩咐, 我动作快一些, 要准备猪肉, 洗鱼, 包虾仁, 炸肉丸子, 还有很多菜要准备, 这么多活, 任凭我再快也来不及。 婆婆就怪我手脚慢, 看着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老公, 我想喊她过来帮忙, 婆婆就呵斥我, 说让男人进厨房做什么, 又说小叔子一家, 下午就要来了, 让我快一些。 去年除夕的中午, 我鲨鱼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给割破了。 虽然伤口不大, 但是挺深的, 血流了很多, 吃了饭我怕沾水不想洗碗, 我就想让老公洗碗, 可婆婆不让, 说我存心偷懒, 拉着我赶紧去厨房收拾。 没办法, 我只得忍痛继续干活, 洗完了碗, 又把晚上要吃的菜准备起来。 等到了五点, 小叔子一家也来了, 他们在客厅笑嘻嘻地聊天吃零食, 公婆陪着小侄子玩耍, 就留我一个人在厨房进进出出, 忙得脚不沾地。 婆婆还不忘嘱咐我, 红烧肉多做些, 小侄子喜欢的, 其实婆婆不说我也会多做些, 因为我的女儿也爱吃。 到了晚上, 我在厨房炒热菜, 他们在客厅吃饭, 我烧一个, 女儿过来端一个盘子, 气氛好像还不错, 我想累就累点吧, 大不了回家再休息。 等我好不容易全部做好菜, 我刚上桌, 就看见女儿在红烧肉盘子里夹肉。 可女儿还没夹到, 婆婆就站起身, 端起盘子, 直接搁在小侄子面前, 气热地凑上去说, 你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这些全部给你吃。 女儿就这么愣愣地站在那里, 眼眶里似乎有眼泪要出来, 我心里突然就不舒服了, 忍耐已久的委屈一下子冒出来了。 我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 到最后, 我女儿想吃块肉都不行。 我索性站起来, 把肉盘子又拿过来, 摆在女儿面前让孩子吃, 公公突然搭枪说我多事, 小叔子夫妻俩就跟自己无关似的, 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候, 婆婆开始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女儿。 一个小女孩子那么敏感, 以后结了婚, 怎么过日子哦? 婆婆这次没有说我, 而是直接把矛盾对准了我的女儿。 听到自己妈妈这么说, 老公也跟着生气了, 她对着女儿一顿发火, 质问她为何不让着弟弟。 老公那一吼把我也吓了一大跳, 在那一刻我终于认识到, 我跟女儿对他们来说, 就是两个外人。 去年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前阵子老公又在跟我说, 除夕早点回公婆家帮忙。 我跟老公说, 我今年计划好了, 我要带着女儿陪我父母过年, 随你去不去, 反正我们一定去。 老公先是对我生气, 看我不惯着她, 后又劝我, 大过年的何必呢? 让外人以为我们一家人不和睦, 老公说我不回去, 他父母一定会很难受, 他妈妈会被气得血压升高, 这些理由我听的耳朵都长老茧了。 不管老公怎么说, 我今年铁定都不回去了。 等放了假我就带上女儿回娘家, 陪陪我的父母, 他们为我付出那么多, 我现在只想对他们好, 对他们尽孝, 至于公婆, 他们有两个儿子, 我这个大儿媳回去, 也不过是被他们指使的劳动力而已。 大家常常说, 远亲比不上近邻, 其实很多时候, 近亲也不如近邻。 亲戚之间住太近了的话, 交流就会变多, 自然就会发生很多口舌之争, 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破坏大家庭的感情。 这样还不如大家住远一点, 经过大劫的时候往来下, 还能受到对方的热情接待, 一派和气, 大家都感觉很幸福。 人们可以选择朋友, 选择邻居, 但是不能选择亲戚。 无论你喜不喜欢, 亲戚关系都是无法改变的, 血缘上的关系是注定了的, 不论后天怎么折腾, 都改变不了那层铁定的关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的家里又没有几个蛮横不讲理的亲戚呢?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经常做这四件事的亲戚一定要早点远离, 古人云, 正气在凶人坦荡, 清风迎门家安康。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不做两家事。 聪明的人努力求同存异, 愚昧的人使劲寻找见隙。 我们把兄弟姐妹当成至亲至爱的人, 直到受伤后才知道有些亲人连路人都不如。 心机很重的人是时候看清楚了, 宁愿彼此疏离, 也别互相伤害。 常做以下几件事的兄弟姐妹需要警醒, 一、相处时贤贫爱富, 钱没有了, 只是一时半会的困境, 亲情没有了, 却是一生的孤独。 一母生九子。 连母十个样, 当兄弟姐妹长大后, 不可能经济水平一模一样, 有人穷, 有人富, 还有人混混顿顿过日子。 从道义上来讲, 富有的人应该拉一把穷人, 不管是借钱还是技术和平台上的支持, 都是可以的。 可是有的人不仅不拉穷人, 还在背后算计穷人, 把兄弟姐妹当成一块垫脚石。 在省事横眼里, 写了一个两兄弟嫁女儿的故事。 明朝时, 在浙江渠州府, 有一对兄弟, 哥哥王春, 弟弟王凤, 各生异女, 按照当地的习俗, 两兄弟的女儿都举行了定亲仪式。 令人遗憾的是, 王春夫妻在女儿出嫁之前病故了, 家财和家事都只能交给王凤管理。 过年时, 两个准女, 须来拜年。 王凤发现, 哥哥家的准女婿潘华特别富有, 人也很帅气。 于是他暗中坐手脚, 把两个女儿的亲属进行了互换, 自家女儿嫁给了潘华。 若干年后, 潘华家庭落魄, 还有手好闲。 王凤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道是, 目前贫富非为准, 久后穷途未可知。 贫穷和富有都是暂时的, 看人关键看人品和学识。 如果眼里只有钱财, 没有亲情, 那么兄弟姐妹交往, 也会变成感情交易, 利益互换, 和商人没有什么两样。 贫富的差距本是穷人奋斗的目标, 如果变成了富人算计的筹码, 手足之情就没有意义了。 二, 事儿太多的亲戚, 亲戚之间难免经常走动, 上。 往来就很好, 谁都不傻, 谁都不会一直心甘情愿吃亏, 亲戚之间有来就要有往, 来往之间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好的亲戚会选择理解, 忍让, 但有的亲戚太事儿了, 这也是人品的问题, 家族里有一个亲戚, 他对不起别人没事, 人家若是对不起, 他则不行, 平时他家有事儿了, 所有亲戚都要帮他家, 谁不帮或者无能为力, 他就挑领说亲戚不够意思, 可是别家有了困难, 需要他家帮一把, 他就会百般推脱, 甚至反过来说, 怎么什么事都找我呀, 我家还有事呢? 没错,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亲戚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太计较, 互相理解就好, 但有的亲戚着实不行, 因为一毛钱斤斤计较, 因为, 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整整吵吵, 说白了, 这样的亲戚就是吃不了一点亏, 与这般亲戚打交道, 你费力却不讨好, 你指望他说你一句好话, 简直美猛。 我有一个堂哥, 你四十多岁了, 目前单身未婚, 这个堂哥本是没有, 管闲事的功夫那是相当的厉害, 经常说他这不是那不是。 他原来按揭买房的时候, 他堂哥当着女朋友的面数落他说, 你家这么穷, 还得起房贷吗? 当时他真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次他来市里的时候, 说想在他家住几天, 想在市里找工作, 他心想都是一家人, 住就住吧, 虽然他也知道他堂哥那么懒, 在市里找到的可能性不大, 仍然同意了, 可他堂哥这一住就不走了, 几个月时间丝毫没有走的打算, 吃他的喝他的, 有时候还要抱怨吃得不好, 而且话特别多, 经常当着女朋友的面数落自己, 而且好几次给他和女朋友造成了误会。 他堂哥不来还好, 生活还过得算安静和幸福, 他堂哥一来, 经常家里是鸡飞狗跳的, 他和女朋友的矛盾也多了起来, 但他堂哥就是赖着不走, 他也不好意思赶他走, 目前只能这样僵持着, 他甚至都有了想和女朋友搬出来租房的想法, 可房子是自己的血汗钱买的, 自己不住让别人住, 心里怎么也不是滋味。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图得是心里舒服, 事儿太多的亲戚会让你感到心烦意乱, 扰了你清静的日子, 矛盾也会重重与其来往。 不如离远一点, 与其喋喋不休, 总是抱怨个没完没了, 倒不如敬而远之, 这样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是非恩怨了。 有的亲戚假惺惺对你很好, 说些很虚伪的话, 但是你真的有事找他, 肯定会推三阻四, 甚至不理会你。 他的眼里就是利益, 不是感情。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三舅舅、二伯父、小姑都对我很好, 他们知道我成绩好, 以后有机会考上大学, 改变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命运。 每次去拜年, 他们都会说, 以后你考上了大学, 我借钱给你, 放心, 就是家里再穷, 也要挤出一些钱给你, 能够走出农村, 去大城市工作不容易, 我也为你。 你骄傲, 亲戚的话让我很暖心, 读书的干劲更足了。 说实话, 我们家一直都很穷, 学费就交不起, 好几个学习都是母亲去学校求情, 请校长宽容一下, 等期中考试再交学费。 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母亲到处去借钱, 结果三舅舅、 二伯父、 小姑都不愿意借钱, 还是年迈的外公拿了500块钱给母亲。 我终于明白, 亲戚之间的交往很多就是假客气, 实际上看不起你, 人穷不要走亲戚真的是这样, 那些势利眼的亲戚, 你去了不过是听到几句虚伪的话, 但是以后你会寒心, 别人看不起你, 对你这个穷亲戚不屑一顾, 你还是失去一点点, 别去巴结他们了。 面对这种人, 我们最好就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或许在你有钱有势的时候, 他对你各种谄媚讨好, 态度很好, 可是等到你某天失事了, 他们或许就会立刻换个嘴脸, 对你趾高气扬的连陌生人都不如。 跟这种势利眼亲戚交往, 你能得到的不过是一肚子气而已, 没有必要花费时间精力维系这样的亲戚关系。 四, 有来无往的亲戚小时候, 家里常有一位远房的亲戚上门借钱, 他每次到家里时都低垂着头, 两手空空, 说到难处时抹眼泪摇头。 父母拉不下面子, 把刚到手的工资取出来一部分拿给他, 他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然而隔了一两个月, 又再次出现了, 仍然是这般模样。 有次母亲忍不住在亲戚走后说, 借钱能够理解, 家里有孩子来的时候, 至少带些小礼物表示一下也好。 父亲还为此说, 母亲, 他不是来借钱的吗? 哪里有钱买礼物? 然而, 亲戚家在农村, 养着鸡鸭, 种着庄稼, 带些蛋或者粮食上门, 也不失为一种礼节。 但亲戚非但屡次借钱不还, 也从来没从家里带来过一丝一线。 礼尚往来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上门有求于别人, 但凡能表现出一些诚意来, 也不至于让人觉得太过反感。 慢慢地, 父母也就不再和那位亲戚来往了, 这么多年没少给他拿钱, 虽然每次数额并不很大, 可是那些钱却有去无回, 亲戚也从来没有过什么表示。 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父母也在努力辛苦地工作, 还要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活, 从前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包小包地给他的孩子带礼物, 只字不提还钱的事, 可是对方却仿佛没有这回事一般, 泰然自若地接受着别人的付出。 这样的亲戚实在没有再来往下去的必要, 你掏心掏肺带他, 他却瘦瘦得理所当然。 郑伯伯刚过完八十大寿。 寿宴当天, 除了孩子们, 还有郑伯伯的两个老朋友, 当年在县城里一起打打闹闹的十多个朋友, 大部分已经去世, 就剩他们三个人了。 这样, 郑伯伯不免伤感。 谈起生命的话题, 老年人的感慨是比较多的, 好像从五十多岁开始, 周围的人就陆陆续续地走了, 都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可真正能活到八十岁的并不算多。 自古以来, 人们就喜欢寻找长生不老的秘诀, 而事实上, 真正能让人保持长寿的办法, 最终都离不开良好的生活习惯。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长寿秘诀终于被发现, 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生老病死本是正常现象, 但对于寿命的长短, 实际上却是可以通过加强保养来加以调控的, 尤其是对已经步入中年的朋友来说, 此时若不加强身体保养意识, 积极提高身体素质的话, 是很容易因此而引发寿命缩短问题的。 想要尽量健康和长寿, 应当做些什么呢? 哈佛大学调查上百万人, 终于总结了三点长寿秘诀, 快都看看吧。 第三名, 坚持运动有助于延年益寿。 如今, 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渐提高, 但是亚健康问题却也在越来越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很多的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购买一些保健品, 希望能够达到。 延长寿命的作用, 但其实得到的效果往往都是适得其反的。 如果告诉你有一种免费的良药, 它能够帮助你治愈很多疾病, 并且能够让你重新拥有生命的活力, 从而延长生命, 你愿意去坚持吗? 这副良药就是坚持运动。 在世界权威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 曾经发表过一篇大型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主要针对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阶段、 不同的种族、 144万人进行的一项大数据分析。 结果表明, 拥有坚持运动习惯的人患疾病的风险更低, 尤其是肝癌、乳腺癌、肾癌等一些癌症, 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也能够从坚持体力劳动中获得健康收益。 据《生命时报》报道, 美国医学日报网站总结了。 这四项广受欢迎又有助严寿的运动, 快走、跑步、游泳和打羽毛球。 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 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之一。 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刊文, 步行的确有益健康, 能有效降低死亡风险。 每天行走每增加1000步, 死亡率就降低约15%。 在每天步行达到4400步时, 死亡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与每天2700步相比, 死亡风险降低了大约40%。 每天行走越多, 死亡风险就越低, 直到每天行走达到7500步时, 死亡风险不再下降, 也不上升, 能走多少,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不必过于刻板, 要循序渐进, 兼顾有氧运动的安全与效果。 出现身体步。 舒服或者感觉疲劳, 建议停止运动。 研究发现, 在跑步过程中不仅能够增强体质, 也有利于促进血液的循环, 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45%。 心肺功能也可以得到锻炼, 还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使沉积在皮肤内部的垃圾和毒素 随汗液排出体外, 帮助延缓衰老过程。 最主要的是, 跑步更有助于瘦身燃脂, 保持身材。 在游泳过程中, 能够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41%, 并且还可以增强呼吸功能, 延缓心肺功能的衰退, 减少综合死亡风险28%。 尤其是对于关节不好, 体重过于肥胖的人, 选择这项运动更有助于健康。 打羽毛球不仅锻炼肩、肘、 手部、下肢等部位, 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 还能调动大脑功能。 不过打羽毛球对身体负荷和动作技术要求较高, 建议体力较弱的老年人, 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第二名,多喝水。 古老的中国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水补的秘密就在善于养生者之间口耳相传。 李时珍的《本草钢木中水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告诉人们水的保健作用。 中国文化向来推崇水, 认为水者,天地之薄木, 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 元气之今夜也。 不但认为天一生水, 即天生一, 一生水, 水生万物, 而且还辨证地认为天一藏于水, 即天地, 宇宙间的能量信息均可包含储存在水。 中, 世界上最早的生命就诞生于水中。 在青壮年的组织中, 水的比重约占70%, 中年人的组织中,水的比重约占60%, 老年的组织中,水的比重占50%, 而新生儿体内的水可高达80%至90%。 如果人体中水的比重低于50%, 人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水是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赖以生存且无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构成人类的主要元素中, 水分占了人体70%, 几乎身体的每一寸地方, 每一个细胞都浸润在水, 温柔的怀抱中。 太多的生命现象, 新陈代谢徜徉在水中才得以顺利进行。 水是生理之河, 在这条河上, 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素 在各自的代谢途径上航行。 没有。 水、其他所有营养物质 就像干枯的河床上干透的泥沙。 当人体湿水量达到人体重的20%, 便产生口渴感。 湿水达6%以上, 人就感到乏力、抑郁和无尿。 当湿水大于20%而又得不到补充时, 就无法进行氧化、 还原、分解、 合成等正常生理活动, 进而危及生命。 水主要负责消化食物, 传送养分, 保持各关节和内脏器官的湿润, 调节人体的温度。 当水充足时, 人体的各个组织都能有效地工作, 但是当缺水时, 就会导致身体疼痛、 组织损伤和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根据研究, 猪乳、 气喘病、 过敏症、 高血压、 高胆固醇、 头痛、 周期性添头痛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充分。 饮水得到缓解, 甚至治愈。 第三名, 舍得吃, 吃得好, 吃得杂如今, 中老年人越来越关心吃什么对身体好这一话题。 的确, 人上了年纪, 身体机能逐渐减弱, 想要有个好体格, 必须从饮食上多做功课。 不管怎样节省, 在吃上都不能亏待了自己。 很多中老年人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成天只知道吃蔬菜和剩菜, 但你要知道, 身体健康了, 生活能自理, 不用请保姆, 也不会拖累子女, 这比什么都强。 说起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食物, 除了众所周知的鸡蛋、 牛奶以外, 生活中很多常见的食物都对身体有益处。 接下来, 我们就来分享一些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食物, 五种长寿食物。 排行榜中老年人要多吃, 营养丰富, 别舍不得。 一, 桂圆桂圆有长寿果的美誉, 经常吃些桂圆, 可以使人体态轻盈, 年轻态, 特别是面色枯黄, 非常怕凉的中老年人, 更要吃些桂圆, 以帮助您养血气。 桂圆是先龙眼的干制品, 自古就有难桂圆, 被人身之说, 可见桂圆的营养价值之高, 成为十种长寿食物榜中的一员, 也是当之无愧的。 桂圆虽好, 但并非吃得越多越好, 每天吃五颗以内就可以, 桂再坚持。 另外, 将桂圆干蒸制以后再吃, 可以减少上火的情况。 二, 黑米黑米, 又被称为长寿米, 它乌黑的表面里, 却有着洁白的内心, 您可以问下身边那些腿脚结实。 少有白发的老年人, 他们大多都会有爱吃黑米的习惯, 黑米可以煮成黑米粥, 黑米饭。 由于黑米是一种糙米, 所以口感上并没有糯性, 烹饪时要注意提前浸泡, 还可以搭配适量的大米来改善口感。 三, 玉米玉米是长寿老人离不开的主食, 玉米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等, 这些营养成分可以改善那些不合格的指标。 中老年人常吃玉米, 还有一个好处, 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非常适合一变难求得的中老年人过玉米, 成为长寿食物榜的成员, 也是名正言顺。 四, 西兰花, 西兰花中的营养成分不仅含量高, 而且还全面。 有一项研究得出结论, 西兰花的平均营养价值及防病作用。 用远远超出其他蔬菜, 名列第一。 很多人以为番茄、 辣椒等是含维生素C最丰富的蔬菜, 其实西兰花的维生素C含量比它们都要高, 也明显高于其他普通蔬菜。 五, 豆腐豆腐作为日常食材, 在各种菜里都能见到, 它富含植物蛋白, 可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胆固醇水平。 豆腐被誉为东方龙脑, 但从消化率来说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 炒豆的消化率是60%, 主豆的消化率是68%, 但如果用大豆制成豆腐, 消化吸收率可以提高到95%。 今年去你养女婿家里过年吗? 前几年, 听到朋友们这么问, 我还有些开心, 可如今听来倒像是讽刺。 要说我这个女儿, 从小就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 她聪明, 独立, 很多事情上都自己的想法, 加上我家条件还行, 她想的事情我们都尽量成全她。 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 后来在那里又有了工作, 每次只有趁着国外放假, 才回来几天。 六年前干脆找了个外国人结婚, 一开始我看着这个养女婿, 我心里也别扭, 金发碧眼的, 可抵不过他们感情好, 我也没有办法。 女儿在我们这边办了盛大的婚礼, 我把亲戚朋友都喊来, 结婚后, 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 这六年里, 我跟老伴去过一次, 他们也只回来了一次, 平时见孙子, 我们只能打视频, 看着镜头里可爱活泼的孙子, 我是感慨万千。 这么可爱的孙子, 我们却抱不到啊, 看着人家孩子的父母, 退休后带孙子还抱怨说累, 可我们打心里是真羡慕。 其实生孩子那会, 老伴还去过一次。 本来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 老伴过去帮着带孙子, 照顾女儿坐月子挺好, 谁知老伴去了一个星期, 女婿话里话外就希望老伴回国。 女儿还据理力争说, 我父母是心疼我, 想着帮我带孩子, 减轻我们的压力, 像我们国内的年轻人, 父母都是这么做的。 你知道养女婿怎么说? 她说, 那是在你们国家, 我们国家不需要双方父母帮着带孩子, 我们享受自由, 更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带孩子都需要父母帮忙, 那只能证明你还不够独立。 老伴不想女儿女婿为此争吵, 后来就回了国。 老伴说她走时, 心里可难受了, 觉得这一次分别, 不知道又要多久才可以见面。 好在这些年, 女儿女婿感情不错, 婚姻也经营得很好, 外孙子活泼健康。 经历了这些事, 我跟老伴也渐渐看开了, 不强求把女儿留在身边。 老伴还说, 即便女儿不是嫁去外国, 就是嫁到外省, 婚后也大多以男方为主, 我们做女方的父母 就要慢慢想开歇, 我想想也是。 那些年, 我跟老伴索性调节心态, 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 说实话, 我们负担也轻了许多, 没事我们就出去旅游, 我们有积蓄, 两个人退休工资加起来 有一万三左右, 这钱我们足够了。 我们到处旅游, 参加同龄人组织的各种活动, 尽量把日子过得充实丰富, 避免冷清寂寞。 可有一点还是避免不了, 人吃五股杂粮, 哪有不生病的? 就在前年我突然生病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女儿得知我生病,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慰问我, 还给我转了两万元钱, 让我买点营养品, 我听出女儿心有愧疚, 她觉得除了钱, 她实在没有其他方式表示对我们的关心。 安慰好女儿, 挂了电话, 我心里也轻轻叹了一口气。 女儿在国外一切都好, 我跟老伴也不愁吃不愁喝, 就是精神上特别寂寞, 特别是看到同病房的老人, 身边又是老伴, 又是子女的过来照顾, 我打心底是真的羡慕。 而且人多还有一个好, 就是不会固定一个人留在医院, 人也不至于那么累。 我的老伴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 因为照顾我, 接连十多天睡在医院, 白天照顾我, 晚上就睡在简易床上, 一天晚上着凉了, 白天咳嗽个不停。 我让老伴回去, 老伴身体明明很不舒服, 但还是不放心我。 就在这时来看我的侄子, 就是我大哥家的儿子, 他说他晚上过来照顾我。 侄子接连陪了我五个晚上, 老伴也得以休息。 侄子对我照顾有加, 又他在我心里突然有了底气, 直到出院我不方便走路, 也是侄子开车送我回家。 到了家, 老伴搀扶着我进屋, 侄子忙前忙后, 帮我收拾行李, 等一切安顿好, 才放心离开。 自那以后, 侄子也是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我, 陪我说说话, 我因为一直闷在房间里, 突然有个人陪着我, 我心里就感到特别幸福。 我还私下跟老伴商量, 我说, 虽说我们手里有钱, 但是老了身边也需要人, 我看女儿是指望不上了, 别说让她照顾我, 就是让她回来, 一下都难。 倒不如指望侄子帮衬一些, 哪怕我们给她一些钱, 或者老了给一些财产给她, 我们有人照顾, 她也不吃亏。 老伴听了不说话只是笑笑, 我又接着问她的意见。 老伴后来说, 不急, 慢慢等等再看吧。 我想着这是我的本家侄子, 老伴或许不喜欢, 又或者他看中了他娘家侄子, 可后来才知道, 靠任何人都是没用的。 今年年初, 大哥突然过来跟我借钱, 一开口就要借三十万。 大哥无缘无故地借这么多钱, 我就生了疑心。 可随我怎么问, 大哥就不说为什么, 后来冷冷地跟我说, 你实在不愿意借, 我就回去卖房子。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让大哥急得要卖房子。 后来我才知道, 侄子在外面借钱打牌输了很多钱, 大哥家的积蓄都搭进去了, 可还是不够, 还要另外再借钱。 我问大哥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 除了跟我借这三十万, 外面还有账吗? 大哥从头到尾都不肯说, 我就知道这是没这么简单。 或许大家东凑西凑的钱还不够, 大哥后来真的把空置的一套房子给卖了, 好像卖了九十五万元, 这才填补了大窟窿。 自从经历这事, 我也终于看清了侄子的为人。 虽然他对我这个叔叔还不错, 可骨子里还是有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缺点, 要是当初我一冲动, 把手里的积蓄给他, 或许现在早没了。 只是可怜大哥, 好好一套房子就这么搭进去了, 连个水花都没有看见。 以前我觉得自己没儿子, 就把女儿当儿子, 悉心抚养,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我培养他独立的人格, 要有更好的追求, 他后来去了国外,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后来我又有些后悔, 把女儿培养得那么独立优秀, 想着还是大哥福气好, 有个儿子在身边, 虽然条件一般, 可好在老了有指望。 我生病时, 在我最脆弱的时刻, 侄子过来帮我, 让我有种冲动, 想依赖侄子, 哪怕以后分他一些家产, 我也愿意, 可谁知, 侄子也是靠不住的人。 如今, 我算彻底明白了, 什么儿子女儿, 到头来都差不多。 人老了要想过得好, 最重要的, 不是你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关键还是你的心态。 老人手里有钱, 就有足够的底气, 养老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如果子女孝顺, 那是锦上添花, 若是不孝顺, 大不了我们靠自己。 我也想好了, 既然女儿不回来, 侄子靠不住, 我们也过了七十岁了, 以后就找个保姆照顾自己, 我跟老伴就痛痛快快过日子, 调节心态, 锻炼身体, 过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依赖旁人。